真正的修行 阿迪亚相提访谈 他们说 我认为人们相信开悟稀有的原因之一 是因为他们已经修行了二三十年了 但却并没有获得 你描述自己时讲到的突破 所以这里有一点奋事急俗的成分 相信开悟一定只是为极少数人准备的 否则他们将不得不认为自己出了问题 或者自己的人生差不多是一场失败 阿迪亚回答 那是他们的头脑可以去的地方 他们说 或者他们追随的道路没有效果 阿迪亚回答 这是一个更具威胁性的想法 当然 我认为是这个想法 对我的开悟做出了贡献 我并不责难道路 而是粉丝 我跟道路之间的关系 那就是为什么 我鼓励人们动摇 松动 让自己质疑更开放的原因 不要害怕质疑 了解你自己 看看什么东西不起作用 具有改变的勇气 如果什么东西不起作用 就继续往前走 以纯真的眼睛去看 非常纯真 非常开放 那份纯真 一直在那里 那是一种 神奇的感觉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